写字符写完了之后我们还要读一下 这个怎么办 你刚才写进的是什么内容 我想读出来 反正就是折腾是吧 写完了读 读完了写是吧 创架好了删除 那么大概是这么几个过程 怎么样读呢 刚才是F什么来着 Foot是吧 我们把这个笔记说一下 刚才说讲到了 讲了好几个了吧 打开文件 什么是重命名文件 Rename三处文件是吧 大家自己把笔记写一下吧 我也没精力给大家写这个 那就是后边我们刚才说 写完了之要读 刚才是写的是FootC 那你猜一下读应该是什么 跟Poot对应的是什么 叫FootC 叫FootC 是吧 铺的是网金放 GET是FootC 是吧 嗯 GETC这个需要一个文件 嗯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我们说这个怎么样 GET 嗯 GET也比较简单 嗯 先拿到这个文件 File File文件 指针 就要把这个 你先得打开嘛 是吧 嗯 File File Path 告诉它路径打开的模式 那么这个是读还是写 这是读 读 然后调用这个FootCat 给我这个File就OK了 嗯 那我们这样执行的话 它返回一个 返回一个 Intel类型的一个A 我们看一下这个 是多少 百分之二C 百分之二C 干 N 这个A 他妈的R 读到了一个H 那么说明了这个 这个函数每次 只读一个字符 嗯 懂的意思吧 嗯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我需要这样来 说A 然后well 循环读它 这是A 等于F get 这个File 给它 每次读一个 如果它怎么样呢 读到了A 有一个关键字叫 不等于Eof Eof 什么意思呢 就是文件结尾 这个 这个是什么 叫 and of file 什么意思 文件的结尾 Eof 如果没有到文件结尾 我就一直读 懂的意思吧 我们还可以用put ch 来输出 直接输出这个A C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commodar 运行 现在这个两个hello word 是不是都打印出来了 嗯 对 这就是putc ok 除了读之外 我们还要看一下 还有哪些内容 刚才说字符型的读写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其他内容 啊 这儿还有一个put 这个没有意义 刚才好像我们这个执行结果里边看到 还有一个什么-37是吧 是因为我们又打了一个A 打了一个A啊 那么在这儿就循环结束了 就是意思吧 嗯 就没必要再打印打印那个A 读和写 嗯 那么刚才是单个字符 这个操作起来可能挺麻烦的 是吧 如果我一个字符章 是不是一次性的就放进去了 嗯 那么这个呢就是 fputs s什么意思 s就是twin 字符章 是吧 对 那么从这个文本那边读呢 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下边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嗯 说我这儿有一个字符章的内容 嗯 叫char 行 quotent 就等于这个hello world 我要写 怎么要写呢 拿到文件file 文件指针 fopen 这个file pass 这个是mode 这个是mode 我现在读还是写啊 写是吧 嗯 我也可以写个其他的吧 hello r1 对吧 对 嗯 怎么写呢 嗯 刚才说fputs 对吧 嗯 然后这个file pass 后边是这个file文件 ok 当然后边啊 我们都要加上这个fclose fclose 然后这个是file 关掉 把它 公布达人 我们执行 嗯 这个地方写错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cotton的才对 嗯 我们去看看那个文件的内容 嗯 hello r1 我们把它赶紧给它删掉 行不行 嗯 删掉它 小说你觉得我们写程序方便还是直接操作这个方便 我觉得直接操作 哈哈 你觉得直接操作挺方便是吧 对 那比如说 直接操作有一个 嗯 有一本书 有 嗯 有这个500页 要把500页的内容 然后呢都写到这个里面去 嗯 那这种情况哪个比较方便 嗯 还是程序 500页一个word文档 然后呢让你读写读写读写 即使你这个每次复制粘贴那也在很长时间是吧 嗯 程序还是很有用的 其实我们刚才你这这什么知情这些删除呀 它也是程序来写的 是别人已经写好了而已 嗯 嗯 这是刚才的说这个每次呢写一个字符串 那么除了每次写一个字符串 我们再来看看 呃 还可以每次读取一个字符串 我们看怎么读啊 叫这个 f get s get s 然后这里边呢就是你读到什么哪个里面去 然后呢 呃每次读取这个多少个 然后这个是这个file文件 sorry 这是那个文件 这是那个文件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里边是 嗯 看一下啊 嗯 X类型的一个 STR 有50个 然后呢 读到这个STR里边来 读多少个字符呢 读这个20个应该就够 嗯 然后接下来我这个打印输出一下这个 这个 bifr s 等于 bifr s 就是这个STR 看一下成绩那边读取 嗯 咋输出这样一个乱提八招 输出STR 是吧 嗯 这个地方好像是1 嗯 fget 我们看一下这个pd是怎么写的 嗯 读取 这个是读取多少个字符 这个是 纯文本读取 读取字符串 fget s 嗯 依此读取n个字符 读取十个字符 字符不读 小时候你看我们哪有问题的 读应该什么是什么呀 读 读 读是锐的是吧 嗯 这个还不对 我们去看看我们之前写过一个 我们去看看这个怎么写的 文杆 库丽写档 在 c 里边的文件操作里边的代码 这边有一个是 是 我们看一下这个重命名三除文件操作 嗯 读文件 读文件 然后呢写字符串 这个是读字符串 嗯 嗯 呃 coutent 诶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内容 我们这里边啊 我们这里边根本就没内容 hello world 对吧 我们这里边没有内容啊 写的程序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现在他能不能读到 嗯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这里边本身就没有内容 你看现在我们读取了10个 到这有阶段了 那么给他一个20个 怎么样 现在读全了吧 嗯 看到了吧 这个是没有问题了 只不过是因为刚才就是说 我从这个文件里边也就是这个文件里边 读取20个字符放到他里边来 嗯 懂了吧 嗯 那么除了这个读写字符串之外啊 我们这个文本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可以单个字符来操作 也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通过字符串的方式来操作 那么 除了这个文本格式的之外呢 我们还有二进制的文件 是吧 嗯 二进制的英文怎么写呢 二进制 binary binary 二进制的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如何写二进制文件 那么 写二进制文件 这里边有一个函数叫FWrite 写这个二进制的文件 然后呢 每次写多少个长度 嗯 然后呢一共写多少个 Number Number Item的数量 然后呢 写到哪个文件里面去 然后呢 除了写呢 另外还有读 这个也是这个 读这个数据 然后呢 长度是多少个 嗯 比如说你读一个是 这一般呢 都是一个字体啊 这个地方一般都是一个字体 然后呢 每次读取 比如说1024个 这个pdata呢 是一个 嗯 是一个字符数组 这样一个缓冲区 嗯 就每次比如说 读1024个字节放进去 每次读1024个字节放进去 懂得意思吧 嗯 嗯 下边呢 我们实现一个文件拷贝一下 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 怎么样实现一个文件拷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比如说我们桌面有一个叫 嗯 cd这样一个png文件 然后呢 我想把它copy一份 嗯 是吧 叫cd2.png 然后首先呢 我们创建一个这个buffer 无符号的这个字符 这样一个buffer 这个最大呢 我们给它定义成1024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well 循环读 每次读取 读取多少个啊 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读完了之后呢 再去写 哦 我们先把这个 我们先在这个桌面上呢 给它创建一个二精致的一个图片 就是二精致的 对吧 我们给它写一个图 coding学堂 让编程更简单 是吧 嗯 test 有这样一个图片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想 想copy一份 诶 这个挺简单的 是吧 test2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通过程序的方式来复制一份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这个 就是文件的复制 复制我们在这就把这个给它删除掉了 嗯 创建一个字符 指针类型的叫 f in 嗯 或者叫 oldfile steam 对 就等于刚才我们那个路径啊 其实 叫 users users 下边是什么 maker 是吧 嗯 desktops 下边呢 叫test.png 是这个 不要写错 有这样一个路径 test.png 是吧 user maker 我们去看看啊 可以写出这个pwd user maker 然后cd 到desktop pwd ls 没错 这里边有test.png 还有test.txt 那么它的路径就是 users maker 下边的desktop 下边的test ok 嗯 那么复制一份新的 那就是new 是吧 这个是test tool 可以吧 这两个名字是不一样的 都在桌面上 一个是test.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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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还要创建 这个file 就是oldfile 还有一个是这个newfile 那么oldfile 我们先把它读进了得 懂得意思吧 先读进了 就是oldfile等于fopen 那么 那么 读oldfile swing 这是那路径 这个模式需要注意啊 二进制的 我们要读 叫 加rb 什么意思呢 b就是 r就是read的意思 b是binary 就是缩写是什么rb 那么要是写呢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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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ary 就是wb 嗯 那么之前其实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写的rw 我们也可以写成tr 或者tw 为什么是t呢 ta t就是text文本的意思 text read 然后是text write text append append ok 好 那么同样道理 这个新文件 那就是ifopen 这个路径是newfile stream 它这个新文件是写吧 就是write wb ok 那么接下来 我们会定义 这点定义一个说 每次读取的大小 max 然后是lens max 每次读取1024个字节 ok 那么接下来 我们创建一个叫onsend onsend chart类型的一个buffer 就是缓冲区 它的大小是多少呢 就是max length 就是1024这么大 ok 然后呢 每次读取的这个字符的个数 那就是intel类型的一个 每次读取多少个 那外务型款 我们就是f ray的读取 嗯 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个函数 读取到什么地方去 然后读取到buffer里边去 每次读取到一个 这个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读取这个 max length 然后呢 这个读就是oldfile ok 这个地方它有返回值就是c等于它 读 那读 读 只要是读取不等于0 就是没到文件尾 我就一直读 我们看这个是不是这样写的 读取的话 如果不等于0 就一直读 哦 这是什么类型的 这是一个long类型的 长整型的 一个 然后每次读完了之后 我再写吧 就是f write write 写这个buffer 然后呢 写 写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1 这个是这个c 后边是这个out newfile 经过这样一个循环呢 我们就读写完了 我们看看这个对不对 buffer 这个是1 对没有 错 然后呢 读写完了之后 最后我们怎么样 f close 把这个newfile关掉 f close 然后把这个outfile关掉 看一下奇迹是否可以出现 command r 运行 没冒错 复制了一份没有 嗯 test2 是吧 对 那我要复制10个怎么办呢 运行10次是吧 是这样吗 嗯 那我在这儿得加一个for 循环 是吧 在这儿我再加一个for 循环循环 循环10次 那就每次就10个 是吧 嗯 大概是这样了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这个 二丁制文件的读写 在这儿我们用到的是 backthread 这个是 每次读取的这个多少个 多少个字节 那么是这个最大是每次读取1024个 如果不到文件尾我就一直读 然后读取了内容呢 其实刚才我们执行完了这句话之后 他已经读取到哪了 读到这个buff缓冲区里面了 接下来他这怎么样了 写 从哪开始写 写多少个 那么写到这个新文件里面去 懂这意思吧 嗯懂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文件的一口碑 是吧 文件的一个复制啊 嗯 ok 那么后边呢 这个阿英制里面呢 我们刚才一上课给你提到 就是提到那种 这个播放电影了 说我要快进 是吧 要快进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 说这个播放多少了 我们经常会看到 当前说播放了70% 或者80% 是吧 百分比 这个怎么实现呢 当你拖动当前这个进度条的时候 其实呢 它会调用fseq这个文件去定位 哦 它会定位到这个文件的某一个地方 我们来看看这个fseq这个文件 然后呢 偏移量是多少 那么这个是原始的一个记录是多少 那么ftel 这个是这个告诉我当前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 我们就还是 刚才我们这个文件啊 我们有一个案例说通过这两个 还是我们要计算一下当前这个一个文件的大小 好我们先看看这个ftel是什么意思 把这个文件打开 file 那么这个file f就等于这个f什么 open打开是吧 嗯 oldfilestr 然后这个模式是 读 读就是r 读2定制呢 就是rb 对吧 嗯 然后接下来是如果f 就是f不等于空啊 那我这个地方就说ftel 你要告诉我这个文件的一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它的返回值是什么类型的 lone类型的 那我们在这呢 就是lone类型的一个prision 位置 我们println printf打印输出一下 改分号lu-n 后边是这个当前这个位置 马达r运行 当前的位置是0 看到了吗 嗯 那么我在这如果是啊 我在这如果是这个 这fseq seq seq seq什么意思呢 定位到某一个地方去 那么这个地方是 就是 偏移量 20 嗯 嗯 从哪个地方开始 好先生 是不是这样 我忘了 我们先看看这个 那么现在你会看到当前是什么呀 seq seq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从哪个位置开始seq 然后比如说我们从20这个位置开始seq 那么他seq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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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nge 原始起点 offset 是什么意思呢 offset 偏移量的意思啊 就是我每次移动多少 我们看下边这个实例啊 说 我想看一下当前这个文件的大小 我们看一下怎么来来实现呢 从 这个地方偏移量是0 然后呢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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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偏移量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说错了 比如说我偏移量是零,这个地方是二十 那就是多少了 完了之后,它返回这个结果吧 偏移量是二十 这个应该到二十呀 偏移量是十,这是三十 怎么还是零呢 可能有可能是这样一个问题啊 我们这个文件没关掉 我们再重新去寻一下 这个还是零 fseq 它还是零 ftel ftel 告诉我 size 大小 fopen 读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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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读一个文件大小,跟我们实际的是否对应 我们来看一下,这这我们是告诉哪个文件 然后呢,这个是这个 fn 这是文件名称,这个参数其实没有 就是你告诉我 就是你告诉我这个文件,就打开了之后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怎么做的就是,我能拿到一个结果 size大小等于getfileseq 直接这个文件给它传过来 直接这个f给它传过去 然后呢,打印输出一下那个size size size 100分号 d -n 然后后边是这个size common r 运行 看这个文件的大小是75021 对不对 显示简介 75021个字节 没错吧这个 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 那么这个呢,我们fseq 就是seq 这个是一个常量 就是seq and and 什么意思呢 你想一下我们怎么样判断一个文件大小啊 就是先把它拖动到文件的最后 嗯 我们一个视频 然后呢,拖动拖动拖动到文件最后 然后呢,接下来我再用这个函数告诉我 当前你这什么位置 因为最后就是文件的大小了 嗯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文件大小啊 嗯 那么当然这个算完了之后 我在这儿close 关掉 OK 那么这个呢,就是fseq 以及这个ftel 这两个函数的用法 seq就是给我定位到某一个位置 而这个ftel tel呢,告诉我当前这个位置的一个大小 嗯 好 嗯 嗯 那么有个最后一个文件操作呢 呃,大概是这样一个内容 我们再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啊 我们这里边讲了哪些内容 那么一开始我们会讲到这个 为什么要使用文件 对吧 嗯,对 其实一开始是小若提了一个问题啊 说这 嗯 还想偷懒 是吧 想让这个 这个电脑给我们复制文件 是吧 嗯 问我可不可以是吧 我说这个可能能实现是吧 嗯 那么接下来就讲到这个 为什么要使用文件 文件可以持久化的保存一些这个内容 嗯 那么后边呢,我们会讲到这个 呃,文件的一些操作啊 包括文件的一个分类 有文本文件和二精致文件 对吧 嗯 文件的一些操作 包括文件的打开 文件的关闭 文件的重用名 文件的删除 那么后边还有这个 这个文本文件的读写 可以每次呢 操作一个字符 是吧 嗯 还可以怎么样呢 一次操作一个字符传 嗯 那么后边我们还讲到了这个 这个二精致文件的读写 是吧 对 二精致文件呢 我们可以实现一个文件的一个拷贝 嗯 后边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Fseq和ftel 这两个函数呢 计算一个文件的大小 好 那么有关这一节内容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嗯 好,那我们这节课 今天上到这里 更多高端精品的移动开发课程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以获取更多的课程信息 那同学们 我们就下节课再见吧 好,再见